昨天五月天臺南演唱會最終場 同時迎來五月天成軍志 五月天感謝所有粉絲 一路相挺 場面是相當的感人 五月天出道二十四年 創下了無數驚人的紀錄 無論是專輯或者是演唱會 都有亮眼的表現 也讓人看見了五月天的實力 五月天臺南最終場演唱會 在二十九號完美畫下句點 這也是五月天成軍第二十四年 五月天與台下歌迷一起慶祝 現場充滿感人氣氛 我想和你們一起鬧手迎接 屬於你們的三日三月空 綻放煙火 閃耀夜空 五月天感謝粉絲一路陪伴 從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九號成軍以來 五月天創下無數驚人紀錄 專輯總銷量破一千萬 全球超過一千兩百場演出 專輯演唱會等總票房 高達一百七十億台幣 除此之外 五月天還登上 紐約麥迪遜花園廣場 布魯克林 藍網隊 竹場館等 知名景點開場 還接受過BBC CNN專訪 登上日本節目 五月天的驚人成績 讓不少人相當佩服 五月天回顧過去二十四年的 點點滴滴 團員們看著大螢幕內心的回憶 湧上心頭 粉絲也帶著滿滿感動 和偶像一起度過五月天的二十四歲生日 華視新聞的林立婷 許一環 台北報導